冬天天气干燥要多喝汤 今天给大家分享萝卜养生汤的做法 营养又美味 准备新鲜的白萝卜削皮 常吃白萝卜有帮助消化的作用 先切成段再切成薄片 马放整齐顶刀切丝 尽量切均匀一些 刀工不太好的朋友可以直接用擦板处理 切好先放盘里备用 豆腐切条再切成小方块 准备一点下方橱窗的裙带菜 加入冷水泡发 一点就可以泡发很多 而且营养价值是牛奶的十倍 也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 泡好以后切成段 准备几个鸡蛋打碗里 热锅凉油下入鸡蛋煎一下 完全定型以后先煎至一面金黄 煎好翻过来把另一面也煎一下 两面都煎好以后捞出切成块 每天做菜每天做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该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锅留底油下入虾皮炒出大海的味道 虾肉萝卜丝简单翻炒几下 这样能去除它的辛辣味 接着往锅里加水 一定要加开水 这样汤煮出来才够白 再次开锅以后撇去浮沫下入鸡蛋 大火煮五分钟左右 汤就会变得特别白 这个是五分钟以后的样子 像这样就可以了 调味只需要加入盐和胡椒粉 不用放鸡精味精 因为裙带菜本身就很鲜 裙带菜和豆腐下锅 煮两分钟就可以出锅装盘 撒少量枸杞 一份简单又美味的 萝卜养生汤就制作完成 裙带菜还可以熬鸡鱼汤 排骨汤等味道都十分鲜美 喜欢的赶快给家人安排起来吧